就像你剛剛講的 很容易答覆嘛 就是FAA是美國的標準 對不對 這個ESEA是歐洲的標準 那亞洲也有其他航空公司有它的標準 那你就把國際的標準拿出來 那符合台灣比較符合 不會有過勞來駕駛的問題 你可以去解決 把一個標準拿出來 大家都同意 就照那個標準來嘛 你剛剛用這個人數來講 我覺得更清楚看到 華航跟美國比起來 的確是 華航是機師是比較少的 對 尤其你要去看它 這個8小時到12個小時 是包括9個小時 10個小時 11個小時 不要忘了 中間9個小時 10個小時 11個小時 所以你如果都是兩個人 坦白講 可能真的會有過勞的問題 而且它這個飛行 假設飛行10個小時 加上前面的準備 還有飛機落地以後 它還要再處理 那可能就是12個小時了 大概大的飛機 歐美大概準備一個半小時 那普通的小飛機短程大概是一個小時 所以你把它通通加在一起的話 時間當然就會比較長 但是每個國家計算的方式不一樣 我必須要講的就是說 雖然都不一樣 但是在這個時候 華航是民間的還是國家的 是國家的吧 那國家的時候 你國家就要站出來講話了嘛 要不然你就讓它徹底民意化 對不對 你在這個時候 國家不講話 就是你國家的錯 我記得那時候油價上漲的時候 宗裁儀到立法院來講說 油價上漲了 還有中東戰爭的保險的問題 我們負擔不起 會破產 結果怎麼樣 我們立法院同意他的要求 邊預算補中華航空公司的虧損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 蔡英文你躲起來是錯的 對不對 林佳龍你躲起來是錯的 應該你們兩個出來解決 明明我們國家的股份那麼多 明明何暖軒就是蔡英文政府派過去的 你現在政府沒有個態度 你到底華航機師的要求 合理不合理 說一句話 當蔡英文出去 他支持華航罷工的時候 所開的條件 結果事後跳票 那是2016年 何暖軒上台第一件事情 就是處理罷工 說他會處理得非常圓滿 但是雖然處理完 但是留個尾巴 這個尾巴到了2018年 8月的時候 華航不認帳 當華航不認帳的時候 那請問 那你叫公會 怎麼面對這個問題 這個時候政府要不要出面 這個機師他寫 才說 我們一般人問他說是不是不就有自動駕駛嗎 好像根本是萬能一樣 可是他說我們飛的是民航機 不是星際戰艦 目前的科技很多時候都要靠那個飛行員手動執行 所以遇到亂流 其實我們搭飛機常遇到亂流 我們在那邊阿阿阿的時候 其實那個駕駛艙裡面可能手忙腳亂在處理 然後隨時會有亂流 你是不可測的 前面有雷雨包的時候 他要思考 我要怎麼樣去閃 去怎麼樣 那是非常耗盡腦力的一種工作 而且非常累 然後還有不定時的 你要跟航管說話 如果航管跟你講話 你渡顧 睡著了 馬上戰鬥機就會起飛來迎接你啦 以為是隻機 還有 你還沒有想到說可能會有機械故障 可能會有維修 然後萬一真的機械故障的時候 你馬上就面臨飛機失事 這個時候你會希望你的飛機失事 是一個非常精神飽滿 然後非常好 腦力很清楚的 然後能夠handle 能夠像在哈德遜和那個美國的機車 對 這樣子能夠平穩 救了整架飛機的人 對啊 各位觀眾 誰最需要來了解這篇文章 你知道嗎 林佳龍 亂先 他們最需要來了解 因為他們根本不了解的第一個 更需要了解的是誰 是蔡英文跟蘇貞昌 這個事件 剛好把一個全臺灣最大 最大的氣球 假鬼仔插破 什麼什麼氣球 蔡英文任命蘇貞昌當行政院長的時候 要求什麼 接地氣 蘇貞昌還要求每個部位首長把問題 人民不滿的問題找出來 然後提出解決方案 有沒有 就搞得大家 後來很多格言 想寫說人民最不滿的問題就是蔡英文 那這個 他是要做的 結果這件事情發生到現在 蔡英文 第四天才出來 蘇貞昌呢 你不是一個要務實解決問題的行政院長嗎 跑到哪裡去了 完全沒有 最大的氣球被打破 而且他們要做什麼 說什麼要抱狗啊 抱貓啊 去做什麼 做網紅嘛 好這次林家龍去抱個狗 然後那個誰 河南京去抱個貓 那次長去抱個兔子 去直播網紅 能解決問題嗎 這個政府就是完全怎麼樣 沒有執政能力 沒有解決問題的能力 那我們看出來 他沒有能力怎麼辦 兩個方式 籌劃 分化 剛剛提到的 他們內部就是被分化了嘛 怎麼籌劃 說你薪水太高 那他們內部亂到什麼地步 我們看他們在那個位置 還有地勤的人去抗議 去抗議 我們看那個 看他河南仙 他說到目前為止 見不到他們 他們不願意見我們 一個董事長做到說 人家不願意見你 那我是覺得那你有什麼好做的呢 我當校長 也有很多抗爭 我都主動去跟他們談 如果我做到學生沒有人願意跟我談 學校一定要罷課下去的話 那我只有走路了 我們再看交通部長 交通部長講得更好笑 林家龍說什麼 他說過度激化的言語不能解決問題 拜託 這是你們內部的事情 是你讓他當 當那個什麼 當董事長的 有問題你們要去抄 那個誰 那個政文上我覺得更厲害了 這不是螺絲海撈料 是軟料料 鄭文燦是桃園市長 他說什麼 他說如果何南仙聽講的話 就沒有這些問題了 這個政府到底在衝刷 很簡單的 像縣長講的一樣 對不對 既然有飛航安全顧慮的問題 把國際的標準找出來 那那個華航實際的時數跟國際標準的時數 計算是不是有不一樣的地方 開城布公 那如果說賺錢 說老實話 賺錢你要賺得心安理得 君子愛才要取之有道 不是把賺錢還是暴力加在顧客的危險身上 我覺得這是應該要做的事情啊 所以有話兄 事實上從八月六號他們決定要罷工 然後到八月本來說要中休節罷工 後來他們 他們說 我們不要 不要我們繼續協商 到今年的一月二十七日 機師公會發表聲明 罵華航說 五次正式協商跟難以計數的見面討論 華航卻寸步不讓 所以之後二月七日就公會發表聲明說 我隨時就會罷工了 你政府在哪裡 我們是無政府狀態嗎 有話兄 那我先講 各位先要理解到這個淵源 那個是從二零一六年的六月開始 當蔡英文出去 他支持華航罷工的時候所開的條件 結果事後跳票 那是二零一六年何暖先上臺 第一件事情就是處理罷工 說他會處理得非常圓滿 但是雖然處理完 但是留個尾巴 這個尾巴到了二零一八年的八月的時候 變成了什麼 非安的問題 升遷的問題 工作的問題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那一些 到了二零一八年八月的時候 華航不認帳 當華航不認帳的時候 那請問 那你叫公會怎麼面對這個問題 這個時候政府要不要出面 我可以告訴各位 我們剛剛講的這些華航的機師這樣子寫 還有兩個重要的 他沒有提到華航有政治性任務 所謂政治性的任務 好比說關西機場 那次颱風 我要派飛機把他們接了回來 不是長榮 不是其他公司 他一定是派華航 或者是某一個地方 它出現了災情 國外出現災情 然後有那個居民 待在那個災區的時候 也是華航要把他接回來 他有一個政治性的任務 所以這一次我們就談到第二個層次的問題 既然你何卵先不想解決這個問題 那我覺得交通部應該站得出來嘛 一 你航發會 無論那些基金 都是你交通部管的嘛 那你交通部長 你出面協調 我相信飛安會也好 還有其他的 你把資料 我們併在一起 然後部長可以做一個財事嘛 當部長財事下來的時候 你何卵先敢不聽命嗎 對不起 所有的董事會是你交通部派的 是我們政府派的 對 好 那你何卵先為什麼敢跟交通部抗衡 那就是我們最近講的 是不是鄭國會又跟新潮流幹上了 因為 只有這個解讀 因為鄭文燦一而再再而三的說 他介紹何卵先的時候 都說這是我們自己人 就是我們自己人嘛 那你鄭文燦現在是講風涼話嘛 況且鄭文燦不應該管這件事 這件事情應該要管的是交通部 當交通部沒有辦法解決 而蘇貞昌又不管的時候 小英總統二零一六年是你站出來 讓罷工平息的 那你現在你不能夠神隱 你在神隱 我們這個政府叫做失能失智失控失靈失望 這個政府到底在幹嘛 交通部是林佳龍是鄭國會的啦 然後何暖軒是鄭文燦當初推薦的 何暖軒你看這個華航的股權 三十四點四五是航發會 這行政院管得到嗎 交通部管得到 行政院也管得到 交通部也管得到 然後行政院開發基金蘇貞昌管得到吧 對啊對啊 中華電信也是交通部管得到吧 政府都管得到 對那你林佳龍你是支持什麼 你怎麼樣 對對不起喔 我其實我也不是多聰明 你給我一個下午我就解決了好不好 你交通部長讓我當一個下午 我就馬上就解決了 保證接大歡 有這麼難嗎 用科學來用科學跟良心來解決 不是很容易的事嗎 什麼叫政國會 你知道 尤錫坤當黨主席的時候 提出一個正常國家解議文 所以正常國家就是政國 他就這樣 所以表示他們在搞臺獨的 非常獨 非常 就所有民進黨的派系裡面 最臺獨的就是政國會 那這個講清楚了 你就知道 我們是中華民國 我們是中國人 中華民國和中國人 還有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中國人 其實是一樣的中國人 對 中國人最重要的日子叫做春節 就春節 我們這次放了九天 大家都非常清楚 就是過中國年 我們中國人自己的年 是 罷工 最重要的手段 要讓你會痛 有感覺 對 春節大家都要回家團圓 我就不讓你回家 或者我來破壞你 這樣你才會痛 對 這個才是罷工的目的 對 所以很多人講說 你怎麼可以春節罷工 我當然要挑重要的時間罷工 廢話 要幫我罷什麼工 罷工就是要這樣 是 所以這是他的武器 對 因為勞工是弱勢 資方是強勢 那他一定 他的武器只能用這個 所以很多人講說 你都不考慮我們春節怎麼樣怎麼樣 我們其實也很同情很多理科 消費者大家受到影響 但是他的目的就是要影響消費者 讓消費者 讓理科來罵他的公司 他才能達到他的目的 這是他的武器 因為被譴責的應該是華航 而不是機師 所以春節這麼重要 中國大陸交通部門主管 最重要的工作就是 你如何讓大家回家 叫做春宴 我們看到所有的電視 或者那些廣電 他的最高主管 要讓大家最開心的工作 就是每年的春晚 大家在除夕的時候看了 幾億人在看 所以你就知道春節的意義 好 那我來講 你可以看到 我們在做很多評論的時候 大家來對照 大家剛剛講到的 蔡英文 蔡英文剛剛上任的時候 2016年 五二年上任 6月24號 空服員大罷工 6月24日 蔡英文講 如果不是忍如可忍 空服員怎麼會罷工呢 沒有一個空服員會走上罷工 震魯不會讓你孤單 他立刻把馬政府任命的華航董事長 撤換 改成何暖宣接任 因為他上任才36天嘛 他可以做這些動作 因為那些都是馬政府都沒有做好的 可以推給 所以那是一個政治的操作 對 可是各位朋友 還有一場罷工是被消滅了 2015年 午夜的時候 華航同樣的桃園機師公位 通過了我們要罷工 馬政府出來協調 協調以後 這堂就消滅無形 消滅無形 大家就不痛 就忘了 就沒有這回事 真的有罷工 你就覺得 哇 這個大事件 你就記得 那為什麼同樣可以做得到 美國現在都很靠這個大陸的市場 大陸這個內需市場 我認為它的電影工業 會因為這樣越來越發達 以後說不定所謂 印度有寶萊塢 美國有好萊塢 我最近這個 我認為大陸以後這個叫 中萊塢 中萊塢或者中國萊塢 我認為它的市場會越來越大 而且它的內容會越來越精緻化 這是未來必走的趨勢 從這部電影你可以看得出來